第20届布农族运动会第三天是最精彩的田径项目 第一场是6点半的马拉松 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今年新增的首长组有4公里的路跑项目 其中着西乡长田桂花代表会主席李桂英也都必须参加了 海端乡的乡长也表示希望可以提倡路跑运动维持健康才可以带动乡目 清晨不到6点 海端国中操场就可以看到选手们热身 这是一年一次的布农族运动会 第三天的赛事来到田径项目 路跑选手们准备就绪 第一场16点半的马拉松赛事 比较不一样的是今年新增了首长组的4公里路排项目 其中着西乡长田桂花代表会主席李桂英也都一起来参加 心情很兴奋 整夜没有办法睡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实施 因为乡镇首长很少有机会这样子做一个这么长城的运动 那也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非常感谢这次的我们承办的胡金智 乡长他们的团队很用心 那也让我们这些乡镇首长有这个机会一面跑步一面交流 我觉得很好反正就是提倡运动 我们承认运动就是这样的精神 OK 平时就有路跑习惯的海端乡长胡金智表示 希望能够提倡路跑的运动维持健康 才能有好体魄来带动乡武 今年是第二十届的全国布农组运动会 由海端乡来主办 有球类运动 传统经济 五月展演 农特产品的摊位 闯关等精彩活动 全国各乡镇布农族人聚集台东海端乡共享盛举 也相约明年在纳玛夏区再相见 记者高双双海端乡采访报道